12名少年足球隊員和一名教練 在洞穴探險失蹤 泰國當局動員大批人力物力 3D雷射掃描等先進器材全都出動 美軍和英國潛水員也加入 但就是找不到這群人的蹤影 心急如焚的家屬前程送金 甚至請人作法訴諸超自然力量 泰國傳說古代一位美麗的公主 和馬夫相戀 懷孕後私奔 中途在這個洞穴休息時 不幸被追兵趕上除死馬夫 傷心欲絕的公主自盡且亦化為泉水 當地人相信公主的幽靈 還在洞穴徘徊 設立公主向漢小廟祭祀 部分泰國民眾因此認為 是失蹤者對公主不盡惹禍上身 而因為水太混濁 洞窟陰暗狹窄而且結構複雜 救援遲遲沒有進展 搜救隊嘗試從上方的山丘 早緊抽水 日本也派專家指導 但目前還是一無所獲 記者正在超讀一紅報導